你现在苏家屯 苏家屯 子女呢 子女一个儿人 你现在还在上班 退休在家待不住 也是朋友介绍 我是在那个停车场落雨 一月还能对付两天多个家 你退休金多少 我最近反正现在工资 能达到四千多点吧 我是在家实在待不了 所以说找份工作 接下来咱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有过两段情感经历 三十年前 与妻子性格不合 我们就离婚了 后来又再婚 没想到妻子有了重病 咱俩过也挺好 但她并不要人的 她等于是上一家很晚 发现了那都是晚期了 我带着儿子 又赶上了下一个 生活的艰难 可想而知 这么多年不是不想走 另一半 而是条件不允许 现在人是长大了 也为她买了房子 我也退休了 每个月还有不错的收入 没有福的轻装上阵 我就想找一个 往往哪儿呢 能跟我工作后半生 就是俩人互相体贴 互相亮点 共同把这小家庭建立好 如果我找到的另一半 一定带着她四处走走 看看祖国的大河河山 弥补年轻时候的遗憾 还要一同逛一逛菜市场 感受到人间烟火的气息 这样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你是我想找的那个人吗 反正我的生活 自己的业是比较低调点 单纯 反正要是有个家人 在说要共同生活在一起 我还会调整 你这第二院去世几年了 说话就很大 第二院去世几年了 反正现在来说得接近20年了 第二 这个第二院走20年了 没有再找 那你一直没找 反正咱说心里话 我上电视台都通过电话沟通 相处几天不行就拉走 一次没有遇到合适的 反正这玩意 我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主要是深奥 长下一把的我都不挑 你看姨爷 我叔几年前来爱的选择 您没看到那个节目是吧 但是我记忆有行 他那期节目 在我们聊他爱的选择 抖音公众号上发布了 然后发布之后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人家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经济 经济方面的大权都是我负责 你这说法整个的没太明白 柴米油盐过日 所有的我都管 都你管 就你那意思我明白了 我跟你过 你给我买啥我吃啥 就是说我都归你管了 随便你啥 就是说就你 就是就这意思呗 将来以后我就找到另一半 你情况下 这个经济大权还是有博物管的 不要 有不少这个网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这个 你的那个节目下面留言了 基本上对你有两个 这个提出了疑问 第一个是觉得这个男嘉宾 公子低 但是这个公子低这个事 我可以替叔叔今天给解释一下 人家现在已经翻身了 已经不是两千块钱了 已经是两千的三倍了 六千块钱了 但是有第二个 对你有这样的一个质疑的叔叔 就是关于经济大权 放在谁手里 我不知道叔叔 您现在还是主张 把经济大权放在自己手里吗 反正网上有骂你 又夸你的啊 有好的夸你 这个男士真的长得又高又帅 长得真挺好 但是想法有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 这位大叔还是别找了 自己过吧 自己过就没人和你抢经济大权了 他就是他 我这种意思呢 你就是说你找谁 你也找不到 你还是要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网友说的也好 不管是谁说也好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我把我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 可以 你啥呢 每个人嘛 这时候都手里边 必须得给我过盒钱 你没有过盒钱 一旦有事情了 咱说大病小杂的 让男士 谁有不如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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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男生妈妈 我自己娘妈也算 他女生妈妈 信不着这个老婆 那你还找得啥呀 你信不着这个老婆 你信不着这个老婆 你还找得啥啊 对不 还有对我 我清洗啥 清洗啥 我清洗啥 话